婆婆重男轻女拿走我女儿的平安镯 给她最疼爱的大孙子 我大害这镯子保女娃平安 男娃带了会出事 婆婆不信 还骂我小气诅咒她孙子 老公也说一家人别斤斤计较 直到她宝贝孙子差点淹死 从老家回来后女儿就有些不对劲 经常半夜惊醒 喊着妈妈 我冷小脸发红身上还湿漉漉的 很不对劲 我带着女儿去医院看 医院又说没什么毛病 我告诉老公 老公很不耐烦 转头去了次卧睡 我实在没办法 只得网上求助 在一堆回复中 有一条引起我的注意 你女儿中邪了 我心一惊 我其实也有这个想法 于是直接私聊了那个号 多问了几句 你说你女儿身上湿漉漉的 还说冷 这是被水鬼缠上了 我突然想起来 老公提过 在老家的时候 女儿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难道是掉下河的时候 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 我连忙问 有解决的办法吗 这个简单 买个平安镯就行了 对方直接给了我一个链接 一个平安镯五万 有些贵 而且 看起来很像骗子 但是我实在没办法了 属于病急乱投医 咬咬牙就买了 即使被骗了 我也认命 我付了款 第二天 一个同城快递寄到 正是平安镯 平安镯金灿灿的 我在金店工作过 因此知道这真是黄金手镯 我对那位网友的信任度提高一些 连忙拿着手镯 给女儿戴上 神奇的是 女儿戴上后 不再寒冷 真的恢复正常了 我很惊喜地告诉网友这个消息 网友也很开心 还特意提醒 对了 平安镯分男镯 女镯 这款是给女孩戴的 男孩戴了会出事 好 谢谢提醒 我倒没在意 这平安镯就是给女儿买的 怎么可能会戴在男孩身上呢 几天后 婆婆来家里做客 她空手来的 走的时候 却满满当当的几个大袋子 有老公公司发的节礼 有闺蜜给我寄的保健品 她拿回去 也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给她的大儿子 我老公的大哥 比起我老公 婆婆更喜欢自己的大儿子 更何况 她大儿子 还给她生了个宝贝孙子 而我和老公 只有一个女儿 婆婆就更偏疼大儿子了 恨不得将小儿子的家搬空 全给大儿子 开始的时候 我很不开心 跟老公抱怨了几句 结果 老公还帮着婆婆说话 都是一家人 斤斤计较做什么 妈来的时候 不也带了东西吗 我无语了 婆婆来的时候 带的是快烂了的大白菜 回去的时候 可都是好东西 我再说 老公就和我吵架 说什么他妈养他不容易 让我别太过分 老公是讨好型人格 婆婆对他越不好 他越想得到婆婆的认可 我摸清了他的性格 知道要想日子过下去 也只能妥协 然而这一次 婆婆走了后 我就发现 女儿手上的平安卓没了 我一下慌了 这可是保女儿平安的宝贝 我连忙问女儿 平安卓去哪了 女儿一直摇头 小脸上带着京剧的表情 似乎不敢说 我意识到了什么 是你奶奶拿走的 乖 告诉妈妈 女儿这才点了点头 我快气疯了 拿其他的也就算了 这可是我女儿的平安卓 关乎我女儿的平安 我连忙给婆婆打电话 结果 婆婆根本不承认 什么平安卓 我没拿呀 你可别冤枉我 我是一点也不信 女儿一直在家 也只有婆婆来过家里 平安卓不见了 除了婆婆 还能有谁 我只能火急火燎地开着车 去婆婆住的老家 公公和老公大哥 在外面打工 因此 只有婆婆和大嫂 住在老家的自建房里 我开得很快 不到半小时 就到了老家 我看见门口摘豆角的婆婆 不等我开口 婆婆就开始抱怨 满脸嫌弃 怎么空手回来呀 也不给小童买些吃的 小童便是她的宝贝孙子 你肚子不争气 连儿子都生不出来 你和老二以后 不都得靠小童 也不知道对小童好点 她还继续唠叨 我直接打断她 平安卓呢 婆婆依旧装傻 没好气到 我根本没拿什么平安卓 非追着我要 你甚至脑子有病啊 脑子有病就去治 一想到女儿没了平安卓 又要生病 我快疯了 不管不顾的 在婆家找了起来 婆婆一直跟在我身后骂着 你个桑门星 乱翻家里干嘛 你再翻 我叫老二跟你离婚 把你赶出老臣家 哎哟 托付拆家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老张家到底造了什么孽 娶了个疯婆子进门 我完全不理会她的叫骂 终于 我找到了平安卓 在小童的手上 小童今年八岁 比我女儿小一岁 但是吃得胖乎乎的 体型比我女儿大一圈 脸快被肉撑满了 一双眼睛特别小 她的眼睛很像婆婆 小小年纪 就透出一股刻薄 女儿的手镯戴在她手上 挤压得十分紧 她手臂也被挤出两团肉来 把我女儿的平安卓还我 我急得抓着她的手 就要扯下来 哇 奶奶救我 小童大哭了起来 哭喊声差点先破屋顶 同时拼命挣扎 力气大的要命 婆婆连忙冲上来撕扯我 快放开我宝贝孙子 陈颖 你个贱人 我一心想着女儿的平安卓 力气也格外大 直接推开了婆婆 婆婆坐在地上 哎呀 杀人了 而媳妇杀人了 还有没有天理呀 这时候 小童的妈妈林秋霞也赶过来 抓着我的头发 和我打了起来 你个婆父 叫你打我儿子 我打死你 什么你的平安卓 这明明是我给我儿子买的 林秋霞一边打一边骂 婆婆也站起来 和林秋霞一起撕扯我 我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被两个人压着打 小童也走了过来 朝着我吐口水 吐了我一脸 坏女人 很快 我被撕扯得身上没一块好肉 十分狼狈 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终于 老公赶到了 我来之前 和他打了电话 说了平安卓的事 叫他来一趟 老公朝着我走来 婆婆和林秋霞 这才放开我 我心中一喜 连忙道 老公 快叫小童把女儿的平安卓还给我 结果 老公阴着脸 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我被打傻了 虽然老公有些妈宝 但是平日里对我还不错的 只要不涉及他妈 都细心体贴 我们刚结婚那下 他甚至连洗脚水都给我打好 这段时间 老公对我有些冷淡 但是我们很少吵架 不管他怎么妈宝 但是 眼看着我被打得这么惨 我以为 他会帮我 结果 他居然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我婆婆连忙告状 老二 你终于回来了 你这老婆疯了 居然抢秋霞 给小童买的平安卓 嫂子也道 是啊 我平时在家就做点手工 这卓子 我攒了三年前买的 弟妹喜欢 也不能抢啊 说着 还挤出了两滴眼泪 看起来挺可怜的 仿佛我真的在欺负她 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买给女儿的平安卓 我连忙解释 拿出手机 递给我老公 你看 这是购买链接 这是付款记录 结果 老公直接把我的手机给打掉了 陈颖 你是不是真的疯了呀 人都 还买什么平安卓 还来老家发疯 大嫂都说了 这是她买的 大嫂还会骗人不成 你有病就去治 老公皱着眉道 这真的是女儿的平安卓 不带会再生病的 张子文 你快把平安卓拿回来呀 我无力地哀求着老公 老公不理我 而是对着林秋霞道 大嫂 对不起 林秋霞摆了摆手 很大方道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你快把她带回去吧 实在不行 就带去医院看看 好 我不会再让她发疯了 老公很认真的保证 老二 她再这样 你就跟她离婚 婆婆也冷着脸道 不然你也别回来了 老公唯唯诺诺 妈 你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老公说完 转过身 就要来拉我 动作很粗鲁 陈颖 别丢人现眼了 跟我回去 我突然猛地站起身 指着小童手上戴着的金手镯 这平安镯分男镯 女镯 你手上的是女镯 男孩带了会出事 我看向婆婆 冷声问道 你就不怕你的宝贝 孙子出事吗 婆婆是小童为命根子 听闻此言 脸色一下就变了 冲上来就打我 你个贱人 居然敢诅咒我孙子 我打死你 我才不信息 你这贱人死了 我孙子都不会出事 见我要挣扎 林秋霞也冲了过来 抓住了我的手臂 而老公 则在一旁冷漠地看着 等婆婆发泄够了 老公才拉着我离开 几乎是将我扔进车里 别说那镯子是嫂子买的 就算真的是你买的 又怎么样 都是一家人 用得着这么斤斤计较吗 老公看我的眼神很冷漠 陈颖 你明明不是这样的 你以前很善良 也很大方 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我心里早就麻木了 她说什么 都不能伤害我 那个平安镯保女娃平安 男娃带了回出世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 老公开着车 走了一段距离 突然停了一下 她的脸上带着暴怒 直接将我从车上拖了下来 扔在了黑漆漆的公路上 陈颖 你的疯婆子 就在这发疯吧 都怪你这疯子 害得我妈怪我 说完 开着车 扬长而去 我坐在地上 发了一会呆 突然回过神来 不行 不能这样 女儿还在家等着我呢 我得赶紧回去 我连忙站起身 试图拦过网的车辆 最终 一辆车停了下来 开车的是一个女司机 副驾驶坐着她的丈夫 两人将我带回了市区 他们心地善良 还彻底将我送到了楼下 我不胜感激 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差点让我流下泪来 顺便的是 不用谢 快去照顾你女儿吧 女人道 我看着她 总觉得莫名眼熟 仔细想 又想不起来 我连忙点头 上了楼 家里黑漆漆的 不见老公的踪影 我巧声进了主卧 还没开灯 一道黑影就扑进了我的怀里 妈妈 好黑 好冷 我怕女儿稚嫩的声音响起 我鼻子一酸 连忙抱住了女儿 别怕 妈妈在 都怪妈妈 把宝贝扔在家里这么久 我连忙道歉 妈妈 没事的 朵朵知道妈妈忙 妈妈辛苦了 女儿说着 用小手摸我的脸 冰凉凉的 却让我心中莫名发暖 我抱着女儿上了床 给她盖上了厚厚的被子 将她哄睡 没了平安灼 女儿又开始怕冷了 这还是个开始 渐渐的 她会更怕冷 身上也变得湿漉漉的 整夜做噩梦 我的心揪了起来 不能让女儿再变回那样 我连忙联系了那个网友 想要再买一个平安灼 我发完信息后 就焦急地等待着 这深更半夜的 网友会不会已经睡了 幸好 网友是个夜猫子 很快回复了我 原来的平安灼呢 我回复 被我婆婆拿去 给我老公哥哥的儿子了 这怎么行 那是女灼 男孩带了会倒霉的 待两天脱下来还有救 要是多待几天 厄运缠身 怕是彻底没救 好些的疾病缠身 坏些的 怕是丢了命 我也说过了 但是他们不听 我也很无奈 那边似乎感觉我的无奈 也指得到 这就没办法了 他们非要这样 那就是命了 我想再给我女儿买个平安灼 我道 这平安灼 其实就是命灼 一个人只能有一个 所以抱歉了 对方很快回复 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 这一晚上 我几乎没有睡 都在想着 怎么拿回平安灼 第二天 天一亮 我就起来了 女儿也跟着醒来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朵朵 妈妈有事出去一趟 朵朵在家乖乖等妈妈 好不好 我揉声道 自从女儿生病后 就不喜欢出门了 喜欢在家待着 朵朵点了点头 妈妈放心 朵朵会乖乖的 我心中一暖 摸了摸女儿的脑袋 就起来了 我迅速收拾了一番 又给女儿准备好一天的吃食 就出门去了 我又去了婆婆的老家 这一次 我没有直接进门 而是暗中等着 我想等小彤一个人出门的时候 将平安卓从她手上抢下来 很快 我就发现了老公的车 老公居然也回来了 农村自建房 都是经过规划的 一排又一排的 我就藏在两栋自建房之间 好一会儿都没看到小彤 倒是看到了婆婆和林秋霞 妈 你说陈颖那件人 还会不会再发疯 林秋霞问道 她敢 她再回来 我就撕了她 婆婆满脸刻薄 她昨天说那话 摆明了就是诅咒小彤 真是恶毒 别管她 等老二成功 让她把那套房子过户给老大 我就让老二和她离婚 我越听越心惊 那套房子 是我爸妈给我买的 豪华小区 且学区很好 因此哪怕普遍房价下跌 这套房不降反增 我没想到 这一家子 居然还打这套房的主意 幸好 当初我留了一个心眼 签了婚前协议 就算离婚 老公也分不到这房子分好 妈 那套房什么时候才能过户啊 小彤很快上小学了 我想让她去城里上 放心吧 这房迟早是我乖孙的 我还能委屈了我乖孙 婆婆眼里闪过算计 林秋霞也一脸高兴 我的脸色很难看 看来我得先拿回平安镯 再离婚 不能让这家人再占便宜了 很快 我就从这对婆媳的聊天中 知道小彤去了哪里 原来 老公昨晚就连夜回来了 估摸着是因为昨天的事 赶回来讨好他妈 小彤一直叫着 要去河边抓鱼 一大早 老公就带着小彤去了 明明婆婆偏心 对老公不好 老公却总觉得自己的错 想要讨好婆婆 一旦获得婆婆的认可 就十分高兴 我对这男人的心里 摸得一清二楚 但是 这样的话 我就没法 偷偷从小彤手里 拿回平安镯了 我正烦恼的时候 李沈 不好了 出大事了 突然 一个邻居急匆匆走来 敲门 婆婆听见动静 连忙出来 出什么事了 你孙子 你孙子掉河里去了 婆婆听闻此言 脚下不稳 差点晕过去 她的宝贝孙子出事了 那可是她的命根子啊 林秋霞刚好出来 也听到了 顿时慌了神 小彤 小彤 怎么样了 哎呀 说不清 你们自己去看看吧 婆媳俩都慌了 急匆匆地朝着河边去 这要瞧 我突然想起那个网友的话 难道是因为平安镯 小彤开始倒霉了 我想了想 还是跟上去看 我到了河边 看到前面围着一群人 还有婆婆和林秋霞 哭天枪地的声音 我好好的孙子 怎么就掉河里去了呢 我儿子要是出了事 我也不活了 其他人则连忙劝 李沈 你先别急呀 已经让人去叫医生了 老公则蹲坐在小彤的身边 脸色发白 有些懵 婆婆直接上去 给了老公一巴掌 小彤好好的 怎么掉河里去了 你怎么带的孩子 那个赔钱货也就算了 小彤可是我们老张家的种 要是出了什么事 老张家就绝后了 又是一巴掌 我孙子要是有什么事 我绝不放过你这个镊子 老公蒙着 任由他打着 脸很快肿起 林秋霞也气得撕扯他 老公乐乐的 任由他们打着 看着这一家人内讧 真有意思 我冷笑 这就是抢平安卓的下场 我劝过的 他们偏偏不听 不一会儿 村里的医生就来了 连忙给小彤急救 婆婆和林秋霞都十分紧张 老公眼里也带着祈求 小彤 你千万别出事啊 不然二叔也不活了 这短短的几分钟 对于这一家人来说 格外漫长 终于 小彤可出一口水 就过来了 医生道 婆婆和林秋霞都朝着小彤冲了过去 把医生给挤开 老公心有余悸 劫后余生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冷笑 这只是个开始呢 我悄悄离开了 免得被发现 又被挤火 我又藏回了原处 等了一会儿 婆婆和老公 还有抱着小彤的林秋霞 一块回来了 老二 你说说 这好好的 小彤怎么会掉水里呢 让我乖孙儿吃了这么多苦 婆婆板着脸 一直数落着老公 老公颓丧着 满脸愧疚 妈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不过 小彤这是 有点邪门 婆婆眉头一皱 怎么邪门了 我带着小彤抓鱼 水很浅 我一转头 就看到小彤像是 被什么东西拖着 去了深水处 老公道 婆婆冷笑 我才不信邪 老二 你就别找借口了 这次你害小彤受了这么大惊 妈记住了 你要是不赶紧把那套房 从陈颖手里拿来 我不会原谅你的 婆婆说着 就把老公赶出了家门 不肯他进来 老公一脸颓丧 我倒是信了老公的话 肯定是因为那个平安镯 小彤开始倒霉了 我给老公发了一条信息 快把小彤手上的 平安镯拿回来给我 不然他会再出事的 很快 老公就回了我信息 陈颖 你别发疯了 隔着屏幕 我都感觉到不耐烦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提醒了的 他们不信 他们活该 不一会儿 老公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你在哪儿 我和你商量一下房子的事 我直接忽略了那条信息 我赶回了家 女儿乖乖地在家等我 我一回来 他就扑进了我的怀里 安抚好女儿 趁着老公不在家的功夫 我叫来了换所师傅换所 同时 也将房子挂到网上卖 要是不卖这房子 其实我和老公离婚 他那奇葩一家人 不会放过我 先治好女儿的病 离婚 再带女儿到一个张家人 找不到的地方 重新生活 这是我的打算 但是 女儿的身体越来越冷了 我一时又拿不到平安镯 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大早 我又去了婆婆老家 这刚进村 就听说小童又出了事 这是怪邪门的 听说黎婶想给她乖孙补身体 所以杀了一只鸡 用大锅盾鸡 结果一转眼 小童自己往锅里爬 黎婶连忙跑过去 还是慢了一步 小童下半身都烫伤了 疼的呀 那个哀好 孩子他妈心疼的 都要跟他婆婆打起来了 我很快问出 小童现在正在县医院治疗 于是我开车赶往县医院 而磕在四楼 我上了四楼 远远的就听到了婆婆的声音 秋霞 你怎么能这么说妈 妈就是想给小童顿鸡 我不管 都是因为你 小童要是治不好 张家段子绝孙 都怪你 公公和我老公 不会放过你的 秋霞 这怪不了妈呀 这是太邪门了 婆婆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道 对 邪门 肯定是陈颖那个贱人 诅咒的小童 婆婆看向老公 老二 快把陈颖那个贱人叫来 小童这样 她得负责 我心中冷笑 这家人还真是有意思 昨天老公那么说的时候 婆婆根本不信 线下轮到自己 就信了 不过 还觉得是我诅咒他们呢 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明明是自作自受 要不是她抢我女儿的平安卓 会有这些事吗 很快 我的手机有来电 震动 是老公打来的 我直接挂了 她再打来 我又挂了 不一会儿 她又发来一条信息 陈颖 你在哪儿 小童的是 是不是你害的 你来说清楚 我面无表情的回信息 你们自作自受 谁叫你们抢夺夺的平安卓 我说了 男娃带了会倒霉 老公将信息给婆婆看 婆婆皱眉 嘟囔着道 难道那卓子真有问题 就一个金手镯 怎么可能 林秋霞抢过了手机 看着那信息 脸色很难看 都怪你 非要拿乱七八糟的手镯 给小童带 林秋霞责怪婆婆 我又忍不住笑了 明明当初 林秋霞可是一口咬定 那手镯是她自己买的 小童出事 他们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全是帮凶 林秋霞指着婆婆一顿骂 我当初从陈颖家拿回来的时候 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婆婆气得回嘴 以往好的穿一条裤子的婆媳俩 互相指责起来 甚至开始动手 还是老公拉开了两人 妈 大嫂 先别吵了 小童还在做手术呢 两人这才停止了争吵 不管怎样 小童那手镯 我看还是别给她戴了吧 老公开口道 婆婆和林秋霞犹豫了一下 也都同意了这件事 我心中冷笑 现在不戴 已经晚了 小童现在在手术 不能戴手势 所以 平安卓在哪呢 这时 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 那三个人都一下弹起来 连忙冲了过去 我孙子怎么样了 我儿子怎么样了 医生说 病人没生命危险了 就是下半身烫伤严重 以后 没生育能力了 婆婆和林秋霞 一副天塌下来的表情 怎么会这样 医生 你骗我的对吧 小童是我唯一的孙子 要给我老张家传宗接代的呀 婆婆直接瘫倒在地上 她的宝贝孙子 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难道真是因为那个平安卓 她后悔呀 早知道就不拿那个平安卓了 林秋霞红着眼看向婆婆 眼中满是仇恨 不怪你害我儿子 我和你拼了 林秋霞朝着婆婆扑去 她比婆婆壮事很多 打得婆婆一边哭喊 一边哀嚎 老天爷呀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 打死我吧 快打死我 我是全家的罪人啊 痛死我了 我要被打死了 老二 快来救救妈呀 老公费了很大劲 方才拉开了林秋霞 这医院说了不算 我们去省里的医院看看 婆婆像是抓住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对 去好医院看看 我才不信这用意 等他们都走开了 我才走了上去 从角落里 捡起了那一只平安卓 平安卓一直藏在婆婆的口袋里 刚两人撕扯间掉了出来 在场的三人没注意到 我却看得一清二楚 我拿起平安卓 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女儿的病能好了 拿到了平安卓 给女儿带上 女儿很快好了 同时 我那房子因为低于市场价出售 很快找到了卖家 我说清楚了那房子的情况 对方也乐于接受 于是 很快签订了过户协议 对方的钱也打过来 之后 就是和张子文商议离婚的事 张子文看起来很憔悴 听说张家又带着小童 去了省城治疗 花了一大笔钱后 依旧没有好的效果 也就宣告了 小童治不好了 婆婆的宝贝孙子 没法为张家传宗接代了 于是 婆婆成了张家的罪人 公公和她大儿子 直接把她赶出了家门 张子文本来想让她住我们家的 这时 才发现房子被出售了 买家很凶悍 他们根本不敢怎样 于是 张子文租了一间房 给他妈住 而他妈因为愧疚和赎罪 找了各种偏方 然后问张子文要钱 张子文把存款全掏空 家里的车也抵押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之前还想我掏钱 我没理他 这时 我要离婚 他像是抓住了把柄 小童变成这样 都是你害的 要不是你诅咒他 我直接打断了他 没好气到 张子文 你疯了 我诅咒他 他就变成这样 那我还诅咒你死呢 你怎么不去死 陈颖 你个贱人 你要离婚 除非你卖房的钱分我一半 因为有婚前协议 再加上卖房的钱 不在我账户上 因此 这卖房钱 跟张子文没半分关系 想要分我的钱 想得美 我回到了暂时居住的屋子 张子文有心跟踪 过一段时间 竟叫他发现了我的出租屋 他耍起了无赖 陈颖 你要是不给钱 我就一直跟着你 我皱眉 妈妈这时候 女儿突然跑了出来 躲躲 我眉头一皱 不想叫他们父女俩见面 结果一转头 发现张子文不见了人影 顿时松了一口气 我低下头 看见水渍 不由地看向女儿的裤腿 就看到滴答滴答地往下滴水 顿时 我想起女儿生病的那段日子 也是浑身湿漉漉的 心中顿时有些紧张 朵朵 冷不冷 我连忙去摸她的脸 女儿摇了摇头 妈妈 我没生病 刚不小心踩到水盆里去了 妈妈 对不起 看着她乖巧道歉的模样 我又怎么生气得起来 看来得再换个住处了 离婚的事 也得想办法 怎么让张子文点头呢 钱肯定是不能给的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发现门口有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通过猫眼一看 居然是张子文 果然阴魂不散 我打开门 只看到张子文溜走的身影 有些奇怪 我一转头 就发现门口居然贴着一张黄服 我皱眉 张子文这是拿我没办法 用黄服来诅咒我 有病吧 我直接将那幅纸撕了 接下来几天 女儿变得爱出门了 她认识了新的朋友 是隔壁楼洞的楚楚 每天都要去找楚楚玩 看着女儿活泼起来 我也松了一口气 在前女儿也是这么活泼好动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看到了张子文 这一次张子文颓丧着脸 黑眼圈很重 就很奇怪 我仿佛从她身上看到了死气 陈颖 我们离婚 叫那死丫头别来缠着我了 张子文都这么说了 我当然乐意 于是 连忙和她签了离婚协议 签完后 张子文露出解脱一般的模样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你说死丫头 你说还有谁 张子文满脸怨气 又似乎有些害怕 反正别缠着我了 说着 就转身跑了 我皱眉 难道她说的朵朵 可是朵朵不是 一直跟隔壁楼的楚楚玩吗 怎么可能一直缠着她 张子文疯了吧 和张子文离婚后 我带着楚楚来到另一个城市 买了房 定居下来 我和张子文结婚这么多年 张家人不喜欢我 但是我也有关系好的 张子文的三堂嫂 和我是校友 因此我们关系一直很好 因此 我也从三堂嫂的口中 知道了一些关于张家的事 比如 小彤彻底治不好了 原本被张家当作宝贝一样的孩子 成了张家的耻辱 顿时 变得爹不疼 娘不爱 也没人管她被烫得猙獰的身体 十分凄惨 经常能听到她的哀号声 林秋霞开始还耐心照顾她 后面没了耐心 也不管她了 林秋霞跟着丈夫去打工 就想再生个儿子 结果几次都流产了 还被医生诊断为不能生育 钱婆婆也被诈骗了一大笔钱 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的 这时候 她终于全心全意地依赖起了二儿子 让她给自己还钱 一向想要母亲认同的张子文 也终于等到这一刻 结果 她似乎不太高兴 张子文整天神神叨叨的 听说被公司辞退了 后来又半夜爬上山 嘴里念叨着 死丫头叫你害我 我让你不得超声的话 然后不小心摔下悬崖 现在成了植物人 我听到这些 突然觉得心情有种说不出的畅快 报应 我打下这两个字 突然又觉得脑子有些混沌 说起来 他们也只是因为贪婪 抢了女儿的平安卓 不至于这么凄惨 到底是什么的报应呢 这时候 女儿背着小书包从房间里出来了 妈妈 我去上学了 朵朵今年九岁了 赚了学 今年再上三年级 妈妈今天休假 送你去上学 我开着车 将朵朵送到了学校门口 朵朵再见 妈妈再见 朵朵露出一个灿烂的笑 转身进了学校大门 学校门口的不远处 站着一男一女 看着这一幕 要是陈颖转头看向这边 就会发现 他们正是当初 自己被张子文抛在半路后 将自己送回家的好心人 男人突然开口 你能看见吗 女人但笑不语 到底是真的 还是她的幻想 男人还是忍不住问道 女人这才开口 这重要吗 男人就没思考了一会儿 很快速展开来 像是想通了 不重要 只要能让她活着 让她开心 就好 女人想起了几个月前 发生了一件事 她在刷一个论坛的时候 突然刷到一个求助消息 与其说是求助 不如说是遗言 于是 她和对方聊了起来 对方是个妈妈 和丈夫结婚十年 有个九岁的女儿 她和丈夫 本来说好一起回老家 结果她突然有个项目 要加班 只能让老公 带着女儿先回去 然而 这个决定 让她后悔终生 她女儿溺水了 等到她赶到老家的时候 就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 她那么乖巧的女儿 就那么闭上眼睛 再也不能睁开眼睛 再也不会扑到 她的怀里叫妈妈 按照老家的习俗 她的女儿埋在了山上 她心中愧疚难当 要不是她忙于工作 陪着女儿一起回去 女儿就不会落水了 她不想活了 她女儿最怕黑了 她想去陪她 字字句句 都透出了轻生的念头 你女儿的死亡并非意外 而是人为 女人告诉她 陈颖很震惊 在女人的帮助下 陈颖逐渐拼凑出真相 婆婆重男轻女 孙子是宝 孙女是草 回到老家后 孙子经常欺负 捉弄孙女 而孙女的爸爸 反而教训起孙女来 小童和你闹着玩呢 小童是弟弟 你要让这弟弟 也不让他和妈妈告状 于是 小女孩忍着委屈 然而 有些小孩的恶 是你永远顾量不到的 有一次在河边的时候 小男孩突然让小女孩去抓鱼 小女孩没办法 只能朝着河里走 然后被小男孩推了一把 直接推到了深水里 奶奶正看着这一幕 笑着骂孙子调皮 还是路过的人看不下去 将小女孩捞了出来 然而 还是晚了一步 小女孩再也睁不开眼睛了 奶奶没有丝毫愧疚 还说 小女孩夭折不吉利 让女孩爸爸 将她随便往山上一埋 陈颖知道真相后 崩溃了 她不想死了 她想报仇 她还想见到她的女儿 她求了女人 女人答应了 再之后 她的女儿好像真的回来了 渐渐的 她似乎忘记了一些事 她以为 她的女儿从未离开 只是病了 平安镯其实就是命镯 换个人带 就会起到反作用 陈颖等手镯到货后 故意发了个朋友圈 她那几十里开外的婆婆刷到了 她想 这金灿灿的镯子 给个赔钱货带多浪费 应该给她孙子带才对 于是 生了贪婪之心 一直放进行 权